但是鱼我们只吃本地的 不吃外地的 外地的鱼可能只能喂猫 鲸鱼里面的五仓鱼 是鲸鱼中的爱马 是 我们选这个五仓鱼 必须要选一斤左右的 不能小也不能大 小了它没有肉 大了就不入味 每天大概有六七千条 鱼都是活鱼 现杀现烟的 它还是处于活的状态 所以它在几分钟之内 是不会死掉的 咱们家这个鱼是不能下水 宰杀完之后要马上腌制 趁其不备 毛孔粘开的时候 咱们就把这个料 把它撒上去 把它腌制入味 边杀边腌 必须在那半个小时内 腌制完成 这个鱼要腌24个小时 腌制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处于活的状态 鲜味提出来 因为去掉之后才能够 现在我们进行整个清洗 好这个摆盘 咱们这个新鲜的鲜鱼 所以说口感非常好 咱们如果说冻鱼的话 它看起来就是没这么鲜 颜色有点发暗 所以它的鱼味 味道特别鲜 这是我们三十万的大烤箱 咱们一次可以烤 三千条 两个烤箱可以烤六千条 咱们一起有八个烤箱 这个地方肯定是让鲜鱼 生死发抖 基本上没有一条鲜鱼 活着离开湖南的 这是咱们烤了24个小时 这个鲜鱼啊 烤得很干啊 全干 咱们里面的水分都烤出来了 里面的水分全部都出来了 烤得像牛肉干一样的 你看 所以说吃起来真的 牛肉干还好吃 它比较新鲜 又有鱼的鲜味 又有牛肉干的嚼劲 然后卤的时候啊 这个卤汁会卤到这个鱼里面 鱼骨头都好吃 吃那个鱼上面那个骨头 那个骨头都是入味的 这个鱼 它跟酱板鸭还是不一样 它的卤料啊 都是有自己独特的配方 所以说 卤出来的这个鱼 肉质鲜美 骨肝 吃在口里啊 有肥味 鱼爬进入鲁锅之后 吸满了汁水 而肉里面都吸满了卤水 所以说变重 都会压到压到一起 吃起来又香又辣 然后它干了之后啊 还有一点嚼劲 吃起来像牛肉干 但是又有鱼的鲜味 吃起来特别鲜 有回味 连鱼刺和鱼骨头都是香的 这种味道怎么讲呢 很爽口 很有回味 咱们没吃过呢 可以去尝一尝 绝对是 味道很惊艳 里面 用麻辣 辣鲜香 这个鱼的口感真的感觉和风干牛肉特别像 这个鱼吃起来 特别的香 鱼肉有点回甜 可能是因为 我看到老板 他们是定活鱼来做的 这是用活的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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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